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雀字, 一雀词的雀。 雀字的国语注音是 雀字的本意当事情做完了或关上门户来说, 隐身而游止息、终了、奇满等等意思。 如诗经小雅, 截南山有, 君子如戒, 避民避雀。 意思就是, 唯证者如行事正当, 就可以止诵习征, 而是民心安定。 词曲一首, 叫一雀, 如史记的《向王本记》当中有, 歌述雀, 每人和之, 向王弃述航下。 另外, 乐曲的钟鸟也叫雀, 如崔映流的, 珍州客业时。 五个胃雀, 鸡抱小, 满亭白鹿, 沾我意。 事物之寂静或稻齐, 也叫做雀。 如酒雀, 就是说, 酒已经喝完了。 浮雀是说, 浮丧已经满齐。 和雀字同音, 而又形似的是, 这个雀字。 这个雀字的国语注音, 也是七月雀, 四生雀。 雀是古代皇宫门前的, 两座楼台, 作为望远之用, 中央可通行, 叫雀。 所以, 帝王所住的地方, 或形状和雀相似的, 都叫做雀。 如苏氏的水调歌头当中写着,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清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在岳碑的满江红词当中也写着, 拜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雀。 雀也是地名, 如雀李, 就是孔子的顾礼, 在山东屈腹县城内。 雀也是姓氏之一。 雀又可以念雀, 国语注音是, 西约雀, 一声雀。 当作过诗, 缺点, 空虚来说。 如缺诗缺如, 和这样的缺字是相通的。 如一缺词, 是不能够念成一魁词, 或者是一鬼词的。 而公缺, 也不能够念成公诀, 请您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